欢迎来到米亚要好好读书 我们致力于为您解读丰富多彩的好书 努力成为全网收入图书最全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爆款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投出爆款呢 这其实是由现在的扁平化的传媒特性决定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你现在在淘宝上开了家小店 你会发现你95%的收入都是来自那一两件商品 尽管你上架了150件商品 但是它们大多数都是陪衬 你卖的最好的就那么几件 如果说你把其他的商品都给切掉 全部下架 那你会发现那一两件商品会卖的更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淘宝它本身就是一个大超市 你在一个大超市里面开一个小超市 你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用户在店铺和店铺之间切换的速度 那个频率之快 大家都是按秒计算的 那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开一个专柜 只卖特定的那么几件商品 最多不要超过五件 只要你能把这五件商品做到最好 它给你带来的利润 会超过其他所有商品的总和 当你只做少量的精品的时候 你传达给顾客的意思就是 我这里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这些都是我亲自筛选过的 我们这里就专业卖这个东西的 我们就是专业干这个事的 这么一来呢 真正有需求的用户 他来到你的店铺 他就特别容易购买 你的店铺转化率就特别高 有的时候一个爆款产生了 它的营业额是其他所有商品的 总和的好几倍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所以在网上这个大集市里面摆摊 有的时候少就是多 那在其他的领域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视频网站 你要是抢到一个好的爆款产品 你抢到一个爆红的IP 它有时候的作用 是可以救活一个平台的 比如说好多人他是为了看海贼王这个动漫 手机上才多了一个看视频的软件 本身人们对视频平台 是没有任何的偏向的 但是用户对节目 是有强烈的兴趣偏向的 我要看一个节目 我才不管它是在哪个平台上面 只要能让我看就行了对吧 所以凭借一个IP的吸引力 一个平台都有可能被救活 再比如说电影领域 著名的电影发行公司华纳兄弟 他们就一直分析一个策略 叫做大片策略 华纳兄弟每年就发布那么几部电影 但是全部都是大制作 他们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在这几个爆款产品上 比如说哈利波特 《盗梦空间》《诸神之战》 哈利波特呢 它有原作小说的热度 它本身的用户粉丝量就特别大 《盗梦空间》 它是有一大票著名的导演 像莫兰 还有著名的演员莱昂纳多 他们一块做完成的 再说《诸神之战》 它本来就是根据名著翻拍 都有着特别好的群众基础 所以这三部片子不出意外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那为什么要抢IP呢 其实特别简单 因为IP就代表着卖点 就代表着更多的投资方 更强的运营团队来帮你 你拿到一个好IP 你手上就等于有了一副好牌 当你手上有了一副好牌之后 并不意味着你就万事大吉了 因为这才刚刚开始 后续的内容制作 营销发行 每一项都不能弱 要是内容质量不行 你的发行能力越强 反而你死得越快 观众又不是随便忽悠的 如果只是内容好 但你的发行跟不上 那还是没戏 现在都是好久也怕巷子深 特别是在娱乐产业里面内容的制作 它一般都有一个规律成本越高 质量越好 一分价钱一分货 刚才我们说了投注爆款的原因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爆款的发行和营销 根据作者的观察 娱乐产品的发行策略一般有两种 一种叫做有限发行 它是对可能成功的潜力产品 提供适度的营销开支 然后利用现有的资源实行最高效的运作 简单说就是先吸引一小部分人 打好一小部分人的群众基础 你比如说Lady Gaga 它最开始的时候其实特别难 根本就没有经纪公司去推荐它 它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去包装和宣传 所以他们就采取了有限发行的策略 他们根据Lady Gaga的特质发现 同性恋群体就特别喜欢这类风格 而且这和Lady Gaga的价值观也特别相同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双性恋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同性恋俱乐部 来作为一个首发战场 然后营造了一个特别疯狂 特别有气氛的氛围 结果呢就可想而知了 那Lady Gaga本身也特别有才 于是一炮打响 在同性恋这个群体当中特别受欢迎 采取这种发行策略呢 它的缺点就是受众的范围不够大 但是呢 它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就是它的受众群体是可控的 他们可以在不确定这个产品 是不是爆款的情况下 进行一个测验来验证这个爆款的潜力 第二种发行就是大规模的发行 也叫做主流发行 它的特点的是全面大规模 火力全开的全网覆盖 它比有线发行更容易成功 因为宣传的范围比较广 铺天盖地的 你想不知道都难 那其次呢就是人们 他都有一个从众的心理 你比如说 这个最新的电影一上映 大家评论说好看 你的朋友也说好看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去看看 你和别人就没有共同的话题 就是周围的社交压力 他也会逼着你把这个电影给看了 这就是大规模发行的威力 你比如说一张周杰伦的新专辑 他做一张木盘 就是那个原始的光盘 他可能会耗资几十万几百万 但是翻录一张的成本可能就几块钱 那这么一来 爆款产品它因为销量大呀 复制品的单位成本和分销成本就相对较低 所以就可以获得超高的收益 那这未来发行方 他们就特别热衷于大规模的发行 因为他们本身资金比较充裕 而且这样呢还可以快速地收回成本 那到底要采取哪种发行方式呢 那就要根据作品本身的属性来定了 那既然说IP这么火 那到底怎么打造一个IP呢 答案就是把资源全都用在人的身上 下面我来说第三部分 如何打造明星 了解电影史的人都知道 其实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没有演员名单的 就是电影最后面 是没有向上滚动的那个字幕的 后来电影制作人才发现这些观众 根本就不是去看电影的 其实他们是去看明星的 从那以后才慢慢地演化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式 主演导演一开始就在屏幕的最前展示出来 其实大多数的娱乐也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电影 足球 电视剧 只要有明星就会有人买账 明星的本身就是一个IP 因为它有自己的资源 有自己的粉丝社群 它能够直接实现IP到利润的转化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产品会需要明星的加入 产品的潜在观众群越大 它可利用的收益渠道就越丰富 你比如说明星参与的电影 参与的直播 代言的产品 自创的品牌 它都可以产生巨大的价值 你可能不喜欢某个电影的故事 但是你很可能就是冲着某个明星去看电影的 那也就有可能你压根就不喜欢这个明星 但是你可能会喜欢他代言的产品 反正就是 只要有明星在 和明星相关的一切东西都会变得有商业价值 所以投资方更愿意用巨星策略 直接投资超级明星 巨星策略呢 它其实也有自己的弊端了 并不是说你请到一个大咖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正确的定位应该是明星 它是为了产品而存在的 如果大家都把目光锁定在明星身上 反而不去关注产品 这有可能会对产品带来伤害 其次呢 明星个体 它是存在风险的 你比如说某个导演拍了一个系列电影 结果在第四部的时候 男主角吸毒被抓了 然后这个系列电影呢 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最后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明星策略是需要巨大的成本支出的 就像之前的电影《精灵十三拆》 所有的演员片酬大概是两亿 其中这个贝尔 就是那个演蝙蝠侠的那个男主角 他一个人的片酬就是1.2亿 占了一多半 所以请真正的巨星 那个费用是非常恐怖的 前面我们说了超级明星 能够为产品带来收益和名气 但是这个明星能带来的回报 它就一直是正向的吗 作者认为娱乐公司和创业性人才 想要长期的合作下去 就得有一个利益一致的出发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的明星价格不是特别贵吗 那个大制造商又想着 怎么样缩减这部分的开支 我不想给你们高片酬 但拿什么和明星效应去抗衡呢 答案就是IP的人气 就拿盗墓笔记来说吧 盗墓笔记本身光贴吧会员就有300多万 书的销售量过千万测 所以当这个IP要拍成网剧的时候 相比几个主角的粉丝数量 盗墓笔记本身的粉丝量就大得多了 因此它就没有必要用明星做噱头了 所以只要能够找到明星和企业的利益点 那么明星带给企业的回报 就一直是正向的 上面我们讨论了IP和明星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就来说第四部分 数字化时代对爆款有什么样的影响 作者认为数字技术会进一步深化超级IP的效应 比如说在以前娱乐产品呢 它都是通过一些传统的渠道来进行分发的 而现在漫山遍也都是平台 到处都是各种媒介 因此现在的爆款就不限于单一的途径了 就像国外有YouTube这样的大的视频网站 我们国内也有抖音、西瓜视频、BBBB这样的免费的视频网站 你都可以直接自己制作视频 然后直接上传上去供大众消费 在这个趋势下 每一个人都是内容制造者 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爆款的生产者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 数字技术的发展 它让产品的成本急剧的降低 比如我们现在在网上开店 我们可以不借助任何的实际商店 也可以不用其他的任何费用 只需要一个在线的平台 一个网站 它就可以实施有效的分类管理 其次 购买的成本急剧变小 比如像我们以前去实体书店买书 买音乐 买影碟 而现在 我们有了在线平台 可以看电子书 在手机上听几千首歌 在电脑上看电影 不仅节省了出去逛街的时间 还省去在家里存放的空间 只要我们手里有手机有电脑 我们就可以和全世界连接 同时在线的制作成本也非常低 传播速度也非常的快 这个趋势就让爆款的产生更加便利 这也是现在我们网红遍地出现的一个原因 你不再像以前需要星探的发掘 利用他们手里的渠道才能展示自己 现在只要你有想法 就有很多平台可以展示自己 只要你的想法有亮点 你就有机会成为超级IP 对于这种趋势 连线的杂志主编安德森 他又提出了一个理论 他认为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 那些需求不忘或者销量不佳的产品 他所共同占有的市场份额 可以和那些少量热销产品 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匹敌 而且甚至更大 简单说就是那些冷门产品的销量 经过时间的累积 他有可能和爆款相抗衡 对于这个观点 作者就认为这个理论在爆款营销中 根本就不成立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认为大部分的尾部产品 因为太过冷门根本就没有办法 进入分销渠道 也就根本卖不出去 冷门产品的消费者 他可以同时了解多种替代产品 他不用这个 可以用其他的 而热门消费者就很少知道其他产品 刚才我们其实就说了 数字技术的发展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超级IP 他对传统的发行方式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这个挑战之中 最激烈的当然就属中介了 在大家都在讨论区中介化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砍掉了 但是作者认为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中介会一直存在 而且他们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从传统的渠道流程来研究一下 传统的渠道 它至少包括四个合作伙伴 创意人才 制造商 零售商和消费者 我们先看制造商的功能 他可以为潜在的艺人进行投资 所有的明星 肯定不是天生就会唱歌跳舞的吧 他得经过后天的训练 比如说 你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 一心想在娱乐圈混的人 你从头开始学习唱歌跳舞 开始和媒体沟通 开始学习礼仪形态 开始学习很多 你现在想都想不到的课程 咱们先不说你能不能学好 光这些课程的报价就够你受的了 这个前期投资其实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火 你还没有什么钱 你就先要为培训自己的课程花掉大部分钱 但是反过来说 只要你有天赋 有才华 肯努力 制造商完全可以先投资你 给你最完善的课程 让你把时间全都用在磨练自己上 那这样你是不是就有更大的机会成功了呢 其次 制造商的营销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 它可以动用行业的关系 帮助艺人上位 你比如说在娱乐圈 你想单打独斗 基本上是很难出头的 现在都是团队作战 就像你在网上看到随便一个人 只要他能出头 他背后一定是有一定的营销团队在背后操作的 总之 一个好的营销团队 他可以帮你摆平任何事情 你只需要生产内容 磨练自己 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才华的人 吸引大众眼球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看零售商的功能 零售商它可以帮助消费者甄选商品 比如现在漫山遍演都是制作成本低廉的作品 如果没有零售商帮你分类推荐 你想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 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一样 所以不管数字化多发达 我们都不可能完全去掉制造商 零售商这些中介 因为只有他们之间的完美配合 我们才有可能享受到最优质的产品 得到更多的爆款 其实IP作为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它也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说盗版的威胁 消费者的低估价 内容的拆分销售 零售市场的集中化 总之 各种各样的问题伴随而来 面对这些随之而来的问题 作者给我们出了两种对策 第一种啊 就是继续扩大对爆款的投资 减少对小制作的关注 就说白乐作者认为要继续烧钱 做大制作 将爆款策略 大片策略进行到底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与品牌的合作 实现最佳品牌之间的强强联手 这个方面 迪士尼可以说做得最好的了 迪士尼票房收入 只占总体的一小部分 最重要的是 它的衍生产品卖得特别好 像迪士尼他们出品的玩具啊 基本上这些衍生产品 占到总收入的八成以上 像这种跨界合作呢 说白了就是对IP的深度开发 它既可以是横向的 也可以是纵向的 比如说像魔兽这个IP的开发 它就是横向的 它是多个产品 和公司之间的无缝的合作 因为魔兽这个IP 实在太大了 没有哪个公司 它可以完全啃得下这块骨头 所以就把产品进行分化 就比如说之前的PPT 它在升级之后 马上买下魔兽电影的线上放映权 时光网 它又拿到了魔兽衍生亭的独家代理权 你看一个魔兽IP啊 它就可以拆分成很多个小部分 每个部分都可以养活一大帮人 纵向的挖掘呢 其实就是对一个IP 进行不同方式的开采 好像采矿一样 你可以采原石 你也可以去卖加工品 反正呢 这些产品都是从这个矿里拿出来的 比如鬼吹灯 去年它就衍生出了两部作品 九层妖塔和寻龙爵 现在又要拍其他的三部后续 以后肯定还会越来越多 第二点 作者认为保持IP的持续热度 比抢占热门的IP更为重要 因为你仅是抢占了IP 你也并不意味着就成功了 靠噱头吸引来了流量 你还要靠真枪实弹的内容 把观众留下 才能形成好口碑 特别是现在的粉丝 其实是一个特别难满足的一个群体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鬼吹灯 有一千个胡八一 每个粉丝他们心里面那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 第三点 作者认为在未来 IP也不只是拿来直接改编成电影 那么简单 它是把爆款作品当作基础 不断地衍生出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 从专门的娱乐到日常的生活 会形成一个一条龙的服务生态 总之在未来作者认为公司花大力气打造IP 抢夺IP 就是因为IP是一门更赚钱的生意 它是一个金矿 而且它的财富还不只是在电影院里面 它在未来会成为真正的商业入口 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是作者反复在强调爆款策略 打造超级IP的重要性 打造IP其实是一种资本投入 只有作品本身的内容特别好 它才有挖掘的价值 其次 作者认为要权衡明星价值和IP价值之间的关系 明星既可以助振IP 也可以掩盖IP的光芒 最后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在现在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爆款 保证爆款的质量 利用好一定的中介 并进行深度的打造 才能打造好一个超级IP 总的来说 IP在未来会成为真实世界的商业入口 如果你不理解IP 不自己成长为IP 不拥有一些IP 也不会利用些IP 那你就和这一波机会擦肩而过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你要为你好好读的一本书 请您点击结尾的推荐 继续听我聊到下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